美國聯儲局加息 為何最近的新聞 這麼多非窮袖手 又說這個人是鷹 又說這個是鴿 究竟是說人的樣子 眼神還是身材 不是 其實鷹是鴿是鴿是沒有樣子看的 所謂鷹派或鴿派 說的是他們的主張 鷹 是兇人的禽獸 比喻的是進取強勢的人物 這群人在聯儲局中 多數都是主張緊縮開支 嚴控通脹 是一群傾向加息的人 至於鴿是和平的象徵 比喻的是親切友好的人物 套用到聯儲局中 就是主張用溫和的態度和手段 亦比較傾向支持QE印銀紙 刺激經濟和就業市場 而聯儲局中的人 不是鷹的就是鴿 也不是的 也有中間派 而且那就是騎場派 也不可以這樣說 有些事太過極端也不太好 如果太過鷹派的話 就會利率上升 企業無可避免會難鎖錢 最終有機會令到有些企業 會出現資金周轉的問題 更加有機會錯誤 而如果太過溫和的鴿派 做完主導的話 所帶來的代價很可能是 通脹急劇升溫 物價急帳 你手上的銀紙都會越來越不見 剛剛上任無奈的聯儲局主席 鮑威爾 就被人說他是中間偏鴿派 會加息但又不會加得快 市場比較定 認識鴿派 屬於聯儲局長台人屬於哪一個門派 那你就可以快人一步 你想達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